保險制度 事實上國民黨在這一塊 已經很用心 也考量很多的各方面的意見 總結出來 但是民進黨他現在執意 用指定稅收 加上公務預算籌措 作為未來長照的裁員 本席發現 如果以現在目前民進黨的計畫 大概每年只有300至400億的規模 這個是有問題的 而且他這個財產 這個長照的裁員 來自遺證稅與房地交易稅 甚至還加上0.5%的營業稅 如果遇到景氣不佳的時候 這些稅收的來源都會變化 甚至可能短缺 就讓長期照護這一塊 可能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沒有辦法全面的思考 沒有辦法穩定的走下去 那本人在這裡呼籲 希望長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大家要全面思考 你我以後都會用到 而且這個優惠 謝謝羅委員 現在請李委員 燕秀 花園 花園時間 三分鐘 謝謝羅伯 我想透過今天的國事論壇 來談一下從春節開始上班之後 在整個台灣流行的這一次的大流感的疫情 這一次的流感其實相當的嚴重 在今年的第六週 其實整個台灣的內流感已經到四萬八千人 這個四萬八千人其實是在春節時間就可以發現 也就是說我認為這一次的整個大流感的流行可以凸顯出我們行政部門有兩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沒有做好事先預防的工作 事後的預情的控制我們也沒有做得很好 我認為這是應該加強的 在這段春節期間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可以預測到還沒放假之前就四萬八千個人內流感的病情影響 我們可以預測到在整個大型的教學醫院當中 包括這個社區醫院都可能在急診室可能造成很嚴重的阻塞 在近期包括在這兩週還是同樣的狀況 但是我認為我們的衛福部疾管局沒有做到分流的工作 在這一段期間當然也有可能造成其他二度感染的重症發生 是這一次我發現整個我們在醫療體系當中 春節的淚流感的流行我們過去雖然衛福部疾管局說這是單一事件 但是我們知道每一次春節的時候都有可能是碰到這個淚流感的病情是最嚴重的病情 但是我們卻沒有長期做到分流的工作 這是第一點我認為未來該檢討該改善的地方 第二點如果淚流感的進行是 這次的持續高峰是在過年前就已經發生了 我們可以預測到在開學之後在上班之後開學之後 可能又是另外一波在校園內的群聚的感染 我們也沒有看到我們的教育部協調我們各縣市教育局做好完整的通報 在上一週我們才看到行政部門開始在研討是不是要把未來公費疫苗施打的對象要下降 包括我們繼續要研擬在各縣市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學校到底有多少人有感染 才開始停班停課 到昨天為止我們看到媒體上呈現全台灣已經有40班停課的狀況 也就是說我認為未來針對於每一年流感疫情的高峰期 其實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就是每一年都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我今天在這邊再一次看到從這一次流感的疫情的流行看到兩個單位的問題 我們也期望未來衛福部的疾管局 未來對於每一年流感的進行包括未來急診室 好謝謝李委員 現在請曾委員民眾 主席 張院長 各部會所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 我今天要談的題目是重視金融專利的問題 近年來由於金融業受到行動通訊 雲端化 網路化 社群媒體及大數據等新興科技的影響 對金融業將產生破壞性的創新 那正在徹底改變金融業未來新的面貌 各國面臨這個情況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的創新 像美國的矽谷 英國的倫敦 新加坡跟香港 我國金管會也在去年9月24號正式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 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的創新 金融業過去比較不重視申請金融專利 但是因為近年來投入大陸的資本正在做金融創新 所以各國已經在積極申請金融專利 比如說Sanvisa到現在已經超過1324個專利 Bengal America有超過1052個專利 連韓國的銀行 新韓銀行都有超過907個金融專利 Mastercard有808個金融專利 回到國內來看 國內只有最多的是國泰司法 12項 護邦六件 中國信偷四件 永豐金控一件 其他泛工股銀行一件也沒有 進一步分析這些金融科技的項目 主要是大數據分析的技術 IoT也就是物聯網技術 還有行動通訊 銀端預算等重要科技 這些科技都是未來金融創新最重要的科技基礎 會影響金融業未來的最重要的發展 也關係到以後投資大眾的權益 回顧國內 我們金融業過去因為規模相對比較小 也不重視原花 導致申請金融專利的見數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希望我們國內的金融業 尤其是主管機關 建議主管機關必須重視這個問題 積極鼓勵金融業投入更多的研發 研發之後 並且要申請專利 來確保未來發展需要 各位想想看 假設未來關係到金融業會發展的最重要技術 像現在很多的製造業一樣 完全掌握到外商的手上 到時候不但會影響我們金融業未來的發展 不但是國內金融業的發展 也會妨礙我們金融業到東南亞到世界去打亞洲杯 打世界杯的影響 我們也希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能夠協助國內的業者 申請開發金融專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曾委員 現在請許委員 豫仁 謝謝 我肯定很高興 謝謝